大家午安 我是林宗然 台大电机系及电竞所教授 目前是担任资安科技研究所所长 今天下午讨论的这个topic 其实还蛮有趣的 叫做人工智慧时代的资安挑战与展望 那大家都知道 今年号称是人工智慧的元年 人工智慧以前的资讯科技 在运算速度储存的容量 大家都知道说 那个人的能力的话是远远不与不上机器 可是以前的人都认为 电脑虽然厉害 可以轻头刀 可是呢 在智慧方面差 人类还远远以大解 可是这一个 事实在今年已经被证实 机器的智慧 intelligence这方面 在围起这一个例子里面 他已经超过人类 所以的话现在很多人其实是在担心说 那以后机器具有这些这么高的智慧 那我们会不会失业 很多人会不会被失业 教书的人会不会失业 会计的人会不会被失业 那人工智慧这个话是根据 一个叫做资料科学的一个技术 他基本上是透过这些资讯科技所收集的这些资料 那这些资料的话 他content一些knowledge 就像以围起的话 AlphaGo 他收集了很多以前人的这个旗谱 从里面去萃取知识 那根据这些所谓的training data 根据所谓的这些training data的话 产生的这样的一个 那一个intelligence 所以的话他需要training data 好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topic是 过去没有training data 所以的话如果说有一个系统 他能够在没有training data 没有training data的话 他能够去predict的话 那目前以目前的人工智慧的技术的话 其实是很难 所以的话我们这一个比较不会被失业的话 就是说来预测 来做人工智慧的这个治安 因为目前的话人工智慧的话 他没有这种training data的话 不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存在 好那我们来看人工智慧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impact 就像刚才所讲的 好这一个那个AlphaGo 好那一个排名第一的这个奇瓦 远远 好那个都被这个AlphaGo的系统所打败 好那很多人就是在在担心 担心说那这样的话人类何去何从 其实我们也不用担心了 这一个就是为什么呢 就像说汽车在座的人 那个有哪一个人 他跑步跑得比汽车快 没有一个人跑得比汽车快 所以的话我们不用因为跑不过汽车而悲伤 我们要认清楚的是说 当我们有汽车之后 我们要是一个能够开车的人 在人工智慧时代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不是要那个报复红河去和他complete 我们所不擅长的事情 我们需要去做机器 无法做到的 就像说我们今天在讨论 人工智慧时代的时代 这个是在讨论 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目前的科技的话 比较难去做这些 过去没有example 或者是非常稀少example 他能够去accurate 去看到这个趋势 那人有这样子的一个优势 所以的话我们今天会来探讨 这个那个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议题 人工智慧这个技术在很早之前 像这个英国的这个非常聪明的物理学家 他就非常的concent 认为人工人类会灭绝的一个原因 是会AI会kill human kind 那这个论点在很多的 那一个科技专家里面的话 我们也都有看到 那他们的concent 会不会成真 那其实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 issue也有关系 如果这个人工智慧时代的这个资安 做不好 那这些科学家 他们的担忧就可能成真 那人工智慧他的impact 在未来的世界 他的渗透率会非常的超过我们想象 那我们今天只是在用 已经既有的这些例子 因为我们based on一些既有的例子的话 我们比较容易做讨论 那我们藉由这些既有的例子的话 来generalize的话 就会知道说 其实这个issue的话 其实还蛮重要的 那以目前 人工智慧 他有很多的这个应用 第一个话就check button 然后再来的话 大家会对这个人工智慧感到 那个impress的话 就是无人自驾车 以及这一个那一个无人机 那check button 这个的话其实还蛮重要的 那这边的话有一些那个技术 可是我们先不看 其实我会觉得 当我们人老的时候 就像说现在的人老的时候 我们会去买很多宠物 因为小孩子都不理我们的 所以的话我们就只好 和家里的宠物来对话 因为他不会违抗我们 那以后呢 以后的话人老的 或者是说 我们现在以后当老师的时候 学生的话他会跟你反驳 那我们只好对check button 来对话 来这样的话才不会产生无聊 所以check button的话 这个技术的话会越来越重要 那check button的话 他结合文字 影像自然语言辨识 那除了 除了刚才讲的一些 那个应用之外的话 他有一些商务上的这个应用 那facebook的话 他也发表了这个bar engine 所以的话这个check button的 这个在商业上的应用 其实是越来越多 像美国银行 新加坡政府 他也在引进这个check button的技术 刚才上一场的话 在谈到政府和这个民众对话的这个落差 这个话就是 这个他新加坡的话 基于智慧国家的政策 所推出的一个数位政府服务 那我看到这个智慧国家 智慧什么东东 智慧什么东东 我都喜欢问一个问题 那个刚才唐凤已经走了 不然的话我就问他说 当我们政府所推出的这些智慧的东东的时候 前问前面的智慧是名词还是形容词 那我听一个人回答是名词或形容词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这个政策到底是可能是成真 或者只是在做一些虚工 那恶意的check button早已存在 那这个话是一个那个例子就是俄罗斯 这个骇客他利用这个check button的这个技术 来这个窃取民众的个人隐私 那这个话就是他所开发的这个这些那个机器 那进到一个社群聊天室里面的话 然后来窃取民众的这个个人隐私 因为我们有时候的话在网路上面 在做这些对话的时候 那很容易不知不觉中 我们就会将这些重要的资讯 那一个泄露出去 那在人工智慧的这个趋势之下 这些恶意check button的技巧 会越来越高 那这个话是一个 那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 那个issue 第二个这个话也是已经发生的这个例子 就是微软的AI聊天 这个take 那他本来的话 是一个这个系统刚开始写出来的时候 是一个无邪的一个上网 那刚才已经有讲 人工智慧这一个他基本上他的技术 是根据所谓的machine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的话是藉由一些data 那这data的话是由人所generate 或者是在一个环境所收集的这些 那个客观的资料 如果这些data的话是involved human所产生的这个data 我们要知道人的行为有善有恶 我们善的行为产生的这个data和恶的行为所产生的这个data 那一个他所代表的context是不一样 机器学习他在学的时候 对这些价值判断 他没有所谓的价值判断 他就是一个演算法 这些善与恶的话是牵扯到文化 时代 不同的价值观会有不同善与恶的那个结论 所以的话机器学习他在学这些data的时候 他可能会产生超过或者是设计者 他无法control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这一个那个微软的AI聊天机器人 他在一天里面就被网友误导 变成一个激进的种族语言歧视者 那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知道 就是说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时代的那个资安的issue 其实远超过目前我们所认知的资安的这个issue 那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再看 那那个trapart的遭害 以及恶意利用的风险 他有一些那一个他可能是那个technical的attack 他可能是那个社交工程的这样的一个攻击 所以的话这个话是在当我们在讨论 check bot的这个技术的时候 那个以目前资料不多的contact所得到的一些那个结论 那我常常在讲 再来我们会变成到什么资安的issue 我们其实不知道 因为过去并没有internet 过去并没有AI这样的一个技术 所以的话我们很难从过去有限的limited的一个知识范围里面的话 去跳脱出这个框框知道说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攻击 但是20年前的那些computer science的大师他不大可能知道说21世纪的时候有一种攻击叫做ransomware的这个攻击 Ransomware的攻击的话是在各种的技术他因缘成熟之下所产生的骇客的这样的一个visory model 所以的话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今天在谈人工智慧的资安的话 当然只是以管亏天 我们只是用有限的资料来做一些尽可能的预测 并不能包含所有可能的人工智慧资安的issue 再来的话就是所谓的自驾车 自驾车的这个技术的话我们就不再多看 那自驾车的话他基本上他透过车子里面 透过大量的那个GPS 透过camera 透过这些sensor 他所得到的data 透过machine learning他来产生 那个无人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好 那这个话是已经实际发生的accent 就是说当人工智慧判断错误 那这个人工智慧判断错误的时候 然后就说这些人工这些无人驾驶车 他是基于所收集的这个data来generize 已经他该怎么做决策 如果这些data以前他没有收集过的时候 这个系统的话他可能就会产生错误的这个判断 好那这个错误的判断的时候就有产生这个 这个是一个那个2016 5月7号发生的 有那个FATO这个人类死亡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 好那刚才的话那个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瑕疵 再来的话他可能会遭受那个恶意的攻击 这个恶意的攻击的话有可能是对这些sensor 因为刚才讲到说那个无人驾驶车的话 他是根据这个车子上面所那个安装的很多的这些sensor 那这些sensor的话可能acamera的话或者是那个雷达或者是GPS的话 他可能被有意无意的产生错误的资料 另外一种的话是cyber remote attack 因为现在的话在讲车子车子联网能够联出去的时候就有可能被联进来 那联进来所有联网的系统的话 没有一个公司他敢百分之百保证所谓的资讯安全 也就是说那个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的话 那个都只是marketing的term只是在让你安心 那当有这种的remote attack的时候 如果说现在所谓的那一个车子和车子的 他们在行驶的时候是一群的 那这有可能说变成什么 变成那一个一群的这样子的一个攻击的一个车队 然后再来的话这个话是在那个sensor的攻击 sensor的攻击的话就是说对camera对LED 可以有这些已经被验证的攻击手法 也就是说刚才所讲的并不是科万小说天马行空的这样的一个宣称 他是这个话是在那个文献里面中 那个研究者真正demonstrate的一个那个实际的一个case 那刚才有讲这个无人车 他是根据所收集的一些那个data 好那这边的话其实还有一些issue 就是说假使在发生或者是即将发生exempt的时候 那这个科技公司他在设计这个无人车的时候 他就会面临到一些的issue 就是说你现在的话是要牺牲车子里面的乘客 保护那个车子外面的这个乘客 因为假设说现在的话是在那个一个emergent的一个case 那如果要保护车子的乘客的时候 那那个车子外面的这个行人可能他可能就会受伤或者是丧失生命 在这个时候的话就会有一些的issue存在 那再进一步讲 假设A公司他认为说他要保护车子的乘客 B公司的话他是要保护这个那个车外的这个那个行人的时候 不同公司他在做价值选择的时候 不一样的时候那无人车会有一些还蛮复杂的从技术层面 从法律层面 以及说假设这个驾驶车的时候他遭受compromise 骇客给他的这个data的话就是说现在有这个human human的话就是把他撵过去这个就是正确的一个驾驶行为 假设一个无人车他被compromise之后 他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control的一个system的话 有车子有人就把他撵过去就把他撞过去这才是正确的驾驶行为 那这个就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exident 那同样的再来我们看第三个现在很流行的一个科技那个玩意就是无人机 那特别在这个最近的这个空拍的这个导演坠机的时候 大家就来讨论说那为什么不用这个无人机来拍摄 那无人机的话他也有一些这个还不是资安的问题 这个话是这个今年2月以及5月分别无人机他闯入松山机场的管制区 那当然我们不知道说这个闯入的话是故意的还是无心的 那你可以知道说闯入之后的话就是这个结果 那无人机 无人机假设这个话是相信假设我们这两个是无心的好了 可是骇客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或者是那个潜在的attacker 他在那一个制造恐慌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说这个其实是一个 那个非常本清利宝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就是为什么我们等一下会来看 然后以及这个去年10月美国联邦委员会测试的三款无人机 无人机发现非常容易被入侵 网路安全程度极低 那再重复一次这个不是那个资政科技研究所讲的 这是美国联邦委员会的所讲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数据传输未加密 网路入侵毫无解释 那相信这个话只是他所测试的三款无人机 那美国所卖的东西的话应该是比较品质比较高的 那如果说我们对市面上的这个 那个你买得到的无人机做比较完整的资安检测的时候 那可能可能刚才我们所讲的 那个这个scenario成真的possibility可能就会 那个case的话可能会越来越高 那这个无人机这个通讯定位系统如果遭害的时候 他可能会对他的这个GPS做一些fake的这样的一个指令 那当然那个我们不用进入太多的technical detail 那你从你从这几个的话就可以知道说 假设那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那这个话会造成很多的这样的一个issue 那刚才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 再讲到说人工智慧这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以及说这个人工智慧的系统它越来越powerful 这个powerful的系统如果被compromise的时候 它所造成的damage会远远大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什么各自外泄几笔几笔的这样的一个 它所造成的可能是大规模的或者是那个连续性的这样的一个恐慌 或者是那个fatal的这样一个asset的 那当然的话这不是在唯言耸听 这些的话其实都那个basal一些已经既有的这样的一个case 所做的一个非常合理的而且也很多的话它是发生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一个话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我们今天我先做一个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引言之外 那我们再来请那个趋势科技的这个洪总经理 来为我们分享他这个议题上面的一些看法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洪总经理 谢谢所长 谢谢各位来宾 今天这个外面雨下那么大 大家还能够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的这次方面的这个支持 那我想我今天今天我们找了几位专家来谈这个议题 那所以我今天谈的部分我就不要这个班门弄斧 不要在技术部分讲太多 待会我们这个治安所毛博士会讲很多技术方面的 这个在治安上面的一些 我也来看到的一些现象跟契机 那我今天今天我在这个部分 我会大概用一个比较high level的角度来 以我们观察来看 在智慧或者AI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这个 资安的一些影响 以及我们现在有看到一些 一些AI对资安技术上面的协助的一些契机 那我想要做high level的部分来探讨 那其实首先我想先讲一点问题 就是说大家可能觉得说 这个AI这个议题 其实AI这个事情已经很久了 但是这一两年来忽然就是爆红 那我们看到不断的新的应用不断的出来 那到底这个东西到底 还有我们现在很常看到很多新兴的话题 从前几年的云端 然后讲bit data 讲IoT 现在讲AI 听起来好像大家非常的 要非常努力去追逐这些新的流行的 这些科技的turn 然后非常的要去不断的研究说 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新的事情 事实上我个人观察 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都是用不同的角度 在看同一个事情 那我们说云端 云端是什么呢 云端是储存bit data的infrastructure 那储存以及计算 那bit data就是data本身 IoT是什么 IoT是这个所谓bit data的来源 它是个sensor 因为有那么多来源之后 它才能够有储存那么大量的data 那也因为有这么样大一个云端的空间 那我们才能够有办法 把这data做适动的储存跟适当的处理 那也就是因为刚刚提到的 有这么多data 可以有好的infrastructure 能够够处理之后 AI这件事情 已经有那么多年的一个技术 终于现在又会变热门起来 这个AI这技术 其实 machine learning 技术已经非常非常久了 那deep learning 这个技术也已经很久了 现在像 alpha go 这个事情 大家就把deep learning 这个事情提的 非常的重要性很高 大家说这个东西对我们很有帮助 事实上实际上看到了一个事实中围棋 机器人能够打败这个人类歧视 但是呢事实上 在这技术的突破已经好一段时间了 那为什么现在能够那么快速变好 其实是因为infrastructure变好 也就是我们有足够多的这个data 能够让机器去学习 因为机器的学习需要足够量的data 才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 那也因为这样子整个infrastructure成型之后 那整个感觉起来水到渠成 所有的技术都能够一夕之间就红起来了 所以它并不是说今天忽然一夕之间 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这个引爆它 然后就哇 不断的这个形象 其实它是有阶段性的 一步一步达到的定位 那以我们来看的话 其实未来就如同刚才所长所提到的 就是说未来这个世界的远景里面 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智慧的 所有东西智慧 那到底会产生多少治安的问题 其实各位可以想象的到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陆陆续续有不断的报道 不管是智慧车的hacking 不管是无人机的hacking 不管是智慧制造的hacking 不管是一些camera的hacking 那hacking之后呢 它可能是借由是攻击设备本身 或者是借由设备去攻击别的 那乘出不求 那这样的部分的话 其实可想象的空间非常的大 接下来的问题 其实并不是技术能做到多少 接下来的问题是想象力能够达到多少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 这个hack是一门极有创意的产业 重点是你怎么想到它去hack了之后 能够害进去的东西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重点是hack进去之后要做什么 做什么之后才是真正的点 所以我等会想跟他谈的事情 从hack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整个未来我们看到很光明很灿烂的 非常自动化非常智慧化的社会里面 可能在hack的角度是怎么样看 那我们今天看几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 刚刚刚所提到 整个infrastructure ready之后 会让我们的AI技术更成熟 让我们AI技术能够更多的精准判断 像刚才讲的 不管是chat bar 不管是更好的人眼辨识 不管是更好的语音辨识等等 会衍生出非常多的应用出来 那因为更多的应用之后 更好的应用之后 事实上需要更多的sensor 所以我刚才讲说 AI跟IoT事实上是一体两面的 所以你必须有更多sensor的收集这样的资料 所以也就是说 就会有更多的smart service出来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服务出现 未来越多device出现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data出来 所有事情都越来越连接到 然后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越来越少的人力 人介入越来越少 那当这些东西成型之后 又会产生数据量更多的时候 又会产生更多的AI 更多的AI的演算法出来 那是这个非常理想的循环 那从骇客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说 其实我们当然刚才提到的 我很多东西是因为AI之后 其实骇客可以在对AI本身进行攻击 但是且不论 先不要论到对AI上面攻击 第一件事情的话 光是今天一个 所谓的smart city smart manufacturing smart health care 还有农业本本等等 那事实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它造就了更多的攻击界面 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件事情 在现今其实治安事件 就已经层出不穷 很多治安事件 大家并不知道 其实在很多的 治安事件 攻击是不断的在发生 但是现在能够攻击的界面 是什么 传统的电脑 传统PC mobile 网页 这些东西是传统可攻击的 那未来可攻击的东西 所有的万物联网 所有东西都可以攻击 所有东西都可以攻击 那这里面牵涉到一个 有几个实物上面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攻击界面 如此广泛 而且很难防疫的点 第一个就是说 过去做电脑的就是IT的厂商 像各位都知道 台湾是一个IT很重要的 一个制造的基地 那这些厂商 过去二三十年来 就是在IT这个领域里面 所以他们知道做IT的东西 有IT的规矩 什么叫IT的规矩 就是你做个电脑 硬体下去之后 软体下去 你要记得到软体要更新 要补配取 要修补 中边有一些的 的传输 有些连线 有些更新的步骤 一定要做 那这些都是IT的人在玩IT 但是呢进入的 这个AI的时代 智慧化时代的时候 因为每一样东西都必须变智慧 所以以后的Player 已经不再是传统的IT的Vender 以后的Player 是所有的制造业 那各位也看到 所有制造业都急着要转型 不管你今天是坐车的 今天是坐家电的 今天是坐这个 所有的脚踏车的 现在所有东西 如果你不转成有智慧化的话 你显然在未来 你完全跟不上这个时代 你显然没有竞争力 那像我们就是前几年一直到现在 我们一直跟这个所谓的车商在谈 那车商也很伤脑筋 因为他知道他的车子一旦变成智慧化之后 就变成更加的危险 那车商也很无奈 车商跟我们讨论的时候说 你们有没有想一个智慧的系统 但是却是安全的 不会有问题 那说实在 他只要不要智慧就没有问题了 就是 现在就很安全了 现在就非常安全 我说你们现在最安全 他说对我们很安全 可是我的客户跟我讲说 我就是要用个APP 就可以让我车子发动 那你想想看一个APP可以让车子发动 那就代表着你的系统必须开放 你的系统必须跟你的手机沟通 跟云端沟通 那所以呢 现在的最头痛的问题就是说 现在所有做IoT的厂商 并不是传统IT厂商 所以他们并没有传统IT的概念 所以他们在自己领域里面非常的强 非常的强 但是你转过头来去换到IT的领域里面 其实他非常的陌生 他对整个引发刷球该怎么建构 怎么跟云端的关系 应该怎么做好一些安全的基本动作 其实没有完全没有思考到 这才会东西做完之后 发现駭客一进去 有路纶之地 那这是第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现在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的规范出来 没有一个主流的protocol出来 所以当我们做一个security厂商的时候 当我们要面对这么多IoT device 这么多smart service的厂商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痛苦 为什么平台不一样 protocol不一样 协定不一样 每一家都是重新谈过 每一家都是克制的 其实是非常的痛苦的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这必须经过一段的阵痛 等到有一个比较主流的规范出来 主要的protocol出来之后 那整个安全性的implement会比较容易 那我想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在现在的implement这些smart的这个 不管是city building manufacturing whatever 事实上它牵涉的东西跟过去还是不一样的 就比方讲说 我们做这个smart device是一回事 但是现在这smart的 比如说我们讲智慧神社 它必须施工 它必须施工 所以这里面牵涉到的单位 已经不是说 传统IT的相关系统整合 我举个例子来讲说 某个城市的智慧路灯 它们的智慧路灯 然后每个智慧路灯里面 当然它上面有sensor 它下面有一个bus 这bus里面都会 就是让人家去维修 但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hub 这个hub是联网的 那为了维修人员方便 各位如果 我们看到一个安妮非常有趣 就是维修人员 不是各位想象的IT的工程师 不见得是那些工程师 是可能是那些 真的是维修人员 那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还看到在那个箱子上面 就贴了account password 就是方便维修人员 就在那边相机打开的时候 就可以敲账号密码 那它可以做一些做这种设定 那各位可以想象 这个思维就是非常传统的 我们在一般的所谓的contraction之间的 一般的这个铺桥造路的这种思维 但是你转到这个智慧的思维里面 你就会发现说 糟糕这个思维远远不足 那所以现在 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实际上在implement 在design 的人 其实不是这样的 那另外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是 我们遇到一个状况是 现在非常多的产业希望转型 希望转型 那比方讲 台湾我们就遇到很多的 做OEM的大厂 他们希望能够转型 转出到IoT 那各位 这里面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叫什么 叫做ownership 是谁 为什么讲ownership 是谁 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 各位知道去年十月份 美东 产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供给 DDOS供给 那时候使得这个美东 它是整个所谓的 ISP都被打挂了 也就是说整个电信的部分都已经打挂了 不是到各个公司被打挂而已 那像Twitter、Netflix那时候整个挂掉 那它的供给流量非常大 超过1TB的供给量 那结果一发现供给来源不是电脑 是CAMERA 是CAMERA 是当成一个供给来源 骇客利用CAMERA 打这些目标 那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这网路上已经被公布了一个 叫Mirai的一个 Web Camera的漏洞 那骇客利用这漏洞 就可以录取数十万 让他支的CAMERA去做攻击 那这样问题在哪里 问题是说 现在这个攻击事件 当然去年是要现在已经结束 可是现在那些Webcam 仍然没办法把漏洞修补掉 也就是说下一次还有人要打的话 还是可以用同样一批设备再继续攻击 那为什么 因为这些CAMERA 他研究CAMERA厂商是谁 有些是大陆制造的CAMERA 甚至某些是台湾制造的CAMERA 就这样出去了 那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过去制造业的思维里面 有代工厂 有品牌厂 丢出去之后通过通路 然后经过SI 把东西整起来 就卖出去 有可能到企业市场 或者是政府的领域 场域里面去 有可能到私人的家庭里面去 那各位看到 这里面一层一层一层的架构里面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各施其职 我把东西做好了 丢到下一层通路去 再丢到下一层通路去 再丢到下一层通路去 所以 因为过去的硬体的思维 是做完之后 就不用管它了 因为单价也很便宜 然后用了一两年 好了再换一台 好 那像这样的思维里面 其实有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 当这个CAMERA出事情的时候 请问它的ownership是谁 它的securityownership是谁 应该谁要修补它 到底呢 比方讲我们今天政府 建了一个智慧程式 智慧程式里面 有CAMERA CAMERA如果被hacking了 到底这个security问题 是政府的问题呢 还是承办的SI的问题呢 还是CAMERA厂商的问题呢 还是CAMERA的OEM厂商的问题 这个问题到目前还在思考 因为过去的制造业的概念里面 对这方面其实是没有这样的概念 软体有所谓的service subscription的概念 但是硬体目前是没有的 所以在这个环节下 各位可以看到说 当这样子不断的 我们这个不断的推波助澜 那所有的focus 这尽量朝向所有的smart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的点我都没有考虑过 到底这事情该谁做都还不知道 这已经不是技术不技术问题 就算有技术 你还不知道这技术该由谁去执行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说 在未来有太多的端点甚至云端行动装置 还有过去传统攻击界面 都会成为骇客可以攻击的对象 所以其实对骇客而言 且不论我攻击AI 就是我还是做传统攻击 但是我做传统攻击 比过去容易太多了 容易太多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就是说 我刚才讲说为什么要攻击 攻击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什么样攻击才能够促成一个对社会 对整个甚至世界有重大影响的攻击 那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现在以骇客的角度而言 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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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好的一个动机 我想各位知道 上个月的Wanna Cry 那个想哭 这个网络病毒造成很大的轰动 全世界198个国家受影响 40万台以上的电脑被入侵 然后这个东西非常有趣 它一出厂 这个二一软体 一出厂是29个国家原版 就好像在受商业软体一样 就是它已经准备了全世界流行 所以不管当代国家 它会提供当地原版 让大家付钱的时候都看得懂 所以这个热熟 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一个 派客在想的部分 所以可想而知就是在未来 在Smart的时代里面 其实是更容易 让他们做网络热熟的 这里面包含了几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资料损毁 像我刚才讲的加密 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资料损毁 主角服务DDoS 让它服务中断 但在AI的时代里面 刚刚有提到过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它可以做到资料污染 什么叫资料污染 就是说AI它因为靠机器学习的 其实现在已经有能力 去hacking AI系统 让AI做出错误的判断 就刚刚刚提到说 譬如说你的车子 是自动智慧化的车子 但是我可以给你改修改你的规则 看到人就要压过去 而不是看到人要散掉 那一样 你可以在一个无人化工厂里面 它可以让你的这个资料错误 让你工厂的这个机器的参数错误 它可以在你城市里面 你的交通耗制让你错误 然后你可以在医疗里面 在你的医疗系统里面 远端照护的服务里面造成错误 甚至你身里面潜入的心理调整器上面造成错误 都可能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所以这种资料的这种污染 就足以让骇客很容易做勒索 当然操控这个ILD当然也是 我常开个玩笑说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还有记忆 有几年前 有一阵子台湾很流行 乳车勒索 车子停在哪个地方 忽然就是有人打动回去 看车子我不见了 那打电话说 你车子被我牵走了 你付多少钱 我跟你讲 你车在哪里牵 对不对 那时候那个小豆还必须把车子开走 未来乳车勒索不用 小豆远端就可以把你车子开走 他人去都不用去 因为我们刚好上 这几个礼拜在美国 我们公司开场大会 那我们当场demo了四个hacking 第一个就是camera hacking 第二个是智慧制造 hacking 第三个是无人机的hacking 第四个就是Tesla hacking 我们就开了台Tesla进来 然后我们的hacker 事实上他就是完全不用任何动作 他这钥匙就丢在下面 他就很快的是网络上摄取到这台Tesla 然后只都灯打开 烂喇叭门打开 发动 人进去什么都不用 就走了 就是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所以事实上怎么样把你资料干扰到 事实上也是个大问题 那另外对駭客而言 智慧化的城市 智慧化的时代里面有一个更好的 就是说无人 没有人 像大家应该有看过 像Amazon开了一个实体商店 它都够 里面是完全没有电源的 里面全都靠 这个sensor跟这个所谓 camera去看你的行动的辨识 行为辨识来看说 他拿了哪些东西 然后可以自动解诈 都不需要有电源在里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 自动化的工厂 没有人 那我们看到现在 各位知道在 已经很多地方 在美国一些地方 事实上用无人机做农业的应用 他们喷杀农药都用无人机去喷 都这样子在做 那无人当然听起来非常棒 但是无人另外问题就是 当灾害发生的时候 我说灾害就是数位灾害 治安事件发生的时候 没有接手的机制 就是比方讲说前阵子 我们看到美国好莱坞 有一家医院 被勒索软体 把他系统crash掉了 那这个医院 虽然一时之间运作变慢 但是他们可以人工手工运作 虽然比较慢 但是可以 但是在未来时代里面 会发现一个大问题 就是你极度的仰赖自动化 当自动化损坏的时候 你完全没有备原机制 所以其实我们的建议认为说 其实不管你AI做到什么程度 你应该有一个切换到手动的机制 永远要一个切换到手动机制 因为各位知道 你的系统事实上是有可能很大危险 第一个要切换到手动机制 第二个永远要备原 这条系统完蛋完全死掉的时候 你一定要一条系统还能够活着接手 第三个尤其是最重要的民生基础测试 也就是说当一个智慧城市 如果整个被瘫痪的时候 起码水 起码油 起码基本的民生物资 你要有个地方 是跟这智慧都无关的 才能够拿得到 你不能等到一个城市 如果真的整个被瘫痪掉之后 你连水都喝不到 连什么都没有 你一定要有个最基本的备源在那边 可是对駭客而言 你越是自动化之后 其实它就越有这样的问题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 对駭客而言 它以后的攻击成本 跟开发漏洞成本会更低 因为其实透过AI的技巧 其实现在开发漏洞 就找系统漏洞去攻击 其实过去是比较辛苦的 可是有了AI的技巧 它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事实上这个东西就是双面的 就是说Bender我们也可以更容易发现 我们产品什么漏洞 派客也可以更容易发现 我们什么漏洞 那看它比速度比快 不过比快的结果会怎样 就是说我们会发现一大堆漏洞 会发现一大堆漏洞 一发漏洞之后呢 问题是什么 现在问题其实不是漏洞没有发现 现在是漏洞没有来得及修复 像我们刚刚弄了快那个问题 那个弄了快那个问题 是在我们五月份 发生这个病毒爆发的 微软三月就已经公布那个patch 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把它上 我们现在你会发现 你要上的patch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多到非常辛苦 那很多企业是根本上不了patch 因为它的系统里面有AP 这AP跟版本上是有限制 你白上patch它AP可能会挂掉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对骇客而言 我从这样列下来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对骇客而言 smart的未来 真的非常的光明 对骇客也是很光明 但是很有利可图 但是对资安来讲的话 是不是完全没有好事呢 但是也不见得 我觉得对资安园 其实我们从AI的技术 的确可以帮我们省除掉 很多的时间来做 利用这种deep learning方法 来精进AI的技术 那资安的技术 那我这边不多说 我简单讲一个 我想这个很多 我只简单讲一个 趋势自己已经发生的例子 不是讲未来 我们就举一个 我们自己的例子来看 就是说 我们在去年 我们发生一个 各位知道去年的 任山卫的状况 已经很严峻了 在去年7月年中之后 我们发现任山卫的族群 任山卫的族群 大概成长的速度非常快 将近7倍以上的成长速度 那我们当使用 比较传统的这个方法 来做侦测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 我们的侦测率部分 事实上 会随着 它的辨识难度越来越高 因为它变种速度非常快 所以辨识难度就越来越高 所以其实我们 其实在采用AI技术 已经非常久了 但是我们 但AI不止只有Dip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我们就用非常久 我们大概2008年 就开始使用这个技术 一直都有在用 那我们到去年的时候 我们大概把比较新的技术 有Dip Learning技术 应用在上面 那我们大概是怎么使用的方法呢 我大概有一个 有点小小技术上的东西 跟大家讲 就是说我们把一个档案 一个档案的档案 把它拆解成几个重要的元件 比方讲在这里面 我们把档案的所谓 Operation Code 跟它的这个Import Table 我们拆开来两种东西 然后把这东西尽可能 把它做到图像化 用图像化的东西来处理 那现在Dip Learning里面 最强的是自然讯息的辨认 像图形 声音 这种东西它最强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东西 转换成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看一下 就说 像一个两个不同的档案 两个不同的档案 不管在Size Code方面都是完全不同的档案 但是透过刚刚讲的这种方式 就是你可以把它的几个 attribute转换成图像 你就可以发现 两个完全看起来 完全不同的程式 不得了 Code 事实上借由两个图样 你会发现 它几乎是同样的类型 所以这个部分就会 对于说整个所谓的变种 或者是说变形的这种 任山会的侦测 会非常非常有效 所以 所以这个 我们借由这样的技术 其实在 像今年Wonacry 这个病毒出来的时候 我们 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的 拦截跟侦测 所以目前我们在 Wonacry的部分 我们事实上是没有任何客户 受到影响 没有任何客户受到影响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技术 其实呢 也让我们的侦测率 在国际上评比上面 有要到一个非常高的 跟我们竞争对手 有很大的差距 那我只几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利用 任何技术 的确可以达到 这方面的强有力的方法 而且如同 还刚才提到一个 我们现在也用AI技术 来不断来 演练自己的 我们自己的这个 所谓的漏洞的发掘 那这些都是 比较好的部分 当然 还我们觉得 自然部分 要很大的努力去做 因为看起来 对AI的时代来临的话 一些其他 infrastructure的 readiness还不够 所以我们在AI部分 在治安部分 实际上会有 应该会有一些 更大的挑战 必须会产生 所以我们还是 要必须严正以待 来准备 对抗这个未来 比较可怕的 治安事件 以上分享 谢谢 好我们谢谢 那个洪总经理 精彩的分享 那刚才有讲到 这一个 AI的话 它是透过很多的 那个资料来学习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 其实它牵扯到 不只是技术面 它还牵扯到很多 跨领域的这个issue 这些资料的话 有没有privacy的问题 法律面上的问题 所以的话 我们今天 另外一位语谈人 就是资社会 那个科法所的 这个顾正好 顾正好主任 让他来分享 人工智慧应用 领域的法治规范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顾主任 主持人谢谢 在场的各位 同伴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能来到这边 现场跟各位 做个简单的心得的 分享跟想法 那其实 想法律 其实应该是整场 最枯燥的地方 所以通常 感谢今天主办单位 排在中间 因为前面有 刚刚我们红总很精彩的 关于整个资安 还有这种AI的 相关产业的分析 那接下来还有 我们本会 那个资安所非常优秀的 相关技术的分析 那所以请各位 先在这边容忍 我跟各位提醒一下 就是我们在发展AI的过程中 究竟应该要注意 哪些的问题 法律人就是乌鸦 最喜欢去 提醒大家说 应该要注意什么 应该要注意什么 那可是曾几何时 就像刚刚很多先 刚刚前面两位先进已经都讲过 曾几何时 AI居然已经离我们的生活 这么的这么这么的接近 那尤其刚刚 大家可能会逐渐发现说 近几年来大家在谈 整个AI的 不管是物联网 不管是这种所谓深度学习 种种方式 当它已经慢慢慢慢 渗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就不得不去证实这些问题 刚刚我觉得红总讲得非常好 这个越方便就越危险 你越想要让它智慧化 越聪明 其实它有带来风险 相对就会比较高 那我们再看 以法律人的关联来看 这个AI这件事情 那当然 这件事情就是 大家都逐渐在观察 这个AI的发展过程中 对我们人类的生活 或是我们的规范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边我就不再赘述 那主要我们这边过 我们在智慧科法所在这一段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的研究里面 我发现不管是美国 日本或是像英国 针对这种所谓AI 有从经济面来做分析 有从社会人文面来做分析 当然还有整个从科技变连来做影响 来做一个评估 那主要我今天要讲的 其实是一个所谓的 科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伦理的issue 那这个就是欧盟 其实在欧洲议会 在最近提出的一本报告里面 有提到 就是这个伦理上面的issue 可能是我们在发展AI过程 其实整个科技发展过程中 我们都会面临到一定的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像在医学发展医药研究等等 一定都会有一个所谓伦理审查的委员会 针对这种医药研究 那像复制人当中在研究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特别注意这种 所谓的伦理的issue 可是这种所谓的AI 在研究中好像比较没有人去关注这件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究竟会不会 对我们的伦理的issue 或是对我们的整个的社会生活 或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的一个判断 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经济面 我们在法律面里常常开玩笑在讲 如果真的未来有一个逆人化的机器 或者他可以做一个所谓相对应的资料的收集处理 甚至可能产生创作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法律上对一个人的概念 可能要重新做一个检讨 因为可能一个具有一个能够判断的机器的时候 那究竟他所做出来一些所谓的判断或决定 甚至他所做出来一些所谓的创作物 会不会有法律上的一些权利必须要做出 那其实最简单就是说 如果今天一个机器像日本在去年曾经发生过 真的有家公司利用所谓的人工智慧 去做这种所谓的创作 文学的创作 而且还特别声明他们是仿造他们 这是日本之前的几个大的非常有名的作家 所具有这样的笔风 跟这样的所谓的创作的氛围 那这样的东西在法律上或者在我们社会生活上 是怎么去判断这件事情 这也许是我们接下来要做思考的 那对于法律人来说 其实在我在看AI这件事情来说 我们有几个关注的面向 那当然就是我刚刚一开始 刚刚也跟各位讲 关于这个所谓的Destation Making这件事情 就是决策做成这件事情 那我们在判断这件事情上 过往我们对于所谓社会生活或是责任 我们生活在社会中 可能日常生活会发生很多所谓的 比如说侵害别人权利 或是我们所做的很多行为 可能会对社会其他人造成的一定的影响 那在法律上在判断这件事情上 会去厘清所谓的行为的主体是谁 那么责任应该也有谁来负 我今天开车我不注意红绿灯 雨很大 然后我可能不小心撞伤了谁 撞上了一个机车的闯绒灯的一个歧视 这法律上会去判断说 我在这样的情境里面 为什么会做了这样的事情 那我在这个所谓这个天后不介绍的状况下 我应该要负担多大的责任 法律上自然会去横平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是像AI 我们刚刚很多先进讲的AI这件事情 如果这件AI的这件事情 已经超越了我们人类所能够预期的 或是它是一个自主学习 所产生的一个判断的时候 这时候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 到底谁要负这个责任 以前我们都说机器设备 人开车没有问题 人开车撞到人 基本上开车的人那个要负责任 我们一般理解就是这样子 我刚举的例子也是这个样子 可是今天如果是一个自动 真的未来真的产生了一个 自动驾驶的车辆的时候 这时候这个车子的左转右转 甚至是他所做的判断 当发生唯一状况的时候 他所选择的判断究竟是要撞右边 还是要撞左边 这时候做这个决定 都是由这部车子来去做判断的时候 究竟是开车的人责任 还是车辆制造者的责任 还是当初在coding的这些工程师的责任 这个就是说在法律上会去做一个判断 就是这个所谓dictive making的时候 究竟谁要对这件事情做一个处理 那另外就是这种所谓强化学习 我们在这个强化学习的这件事情上 那尤其是强化学习的过程中 AI可能会有一些判断 而且会针对这些所谓的经验 去做一个所谓自主的学习 那么法律人其实很care一件事情 就是在追究责任是这件事情 律师最讨论的验就是这件事情 就凡事都要追究责任 那我们当发生事情的时候 或是我们对于你这件事情 做成决定的时候 我们会去做一些验证 会想知道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会做这样的判断 可是在这样的过程 在这种AI计算的过程中 这种决策的形成 这种相关的意见 最后的一个行为模式的产生 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那这个所谓的演算法究竟可不可以拿出来做一个公开的验证 或是去做一个所谓可责性的判断 那这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可能要注意的一个面向 那除此之外最后就是一个所谓的 data driving 这个概念 这个其实很有趣就是刚刚先进也有提到 就是我们说完也还有我们刚刚红总也有提到 其实整个AI的发展过程中 到近几年来会这么快速的成长 当然第一个跟深度学习有关 可是深度学习依赖的是什么 是依赖的是data 只有data才是真正的关键 那这种data输入的data越多的时候 当然对于所谓的机器或是这些设备的学习 当然是就会有比较大的注意 那只是我们常讲一句话 garbage in,garbage out 那到底我们输出输入的资料这件事情 会不会对整个AI的判断 或是对于整个这个所谓的机器的行为 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个我们也可以 我们也等等我在这个 等等对不起 AI没有出错 这个等等我在这个下面这个部分 会再跟各位做说明 那主要就是我会分为两个部分 就是整个在人工智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挑战 另外一个我会从应用面来解释给各位听 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些可能的问题 那在人工智慧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刚刚也提到了 当然AI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所谓大数据的问题 big data的问题 那资料的产出跟资料的运用 这些资料的使用 究竟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资讯安全的要求 或是我们应该要去对一个所谓的资料的使用 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设限 这个我觉得当然我们要做一个讨论 那以一般来说 我一个非常快的方式跟各位说明 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 个人资料这种隐私的概念 基本上都是以所谓的个人的同意作为一个前提要件 只要同意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刚刚各位了解这件事情 那AI这件事情非常有趣的就是 在英国研究报告里面提到 今天我可能同意你使用我的个人的A项资料 也同意你使用我的B项资料 可是机器在快速学习的过程当中 可能透过一些网路社群的收集 可能透过其他资料的串联 自动的对应出我C的资料 这时候这个C的资料 有没有包含在我原先A资料跟B资料的授权的范围内 这个就是法律上去含设这个所谓 这个同意的范围究竟在哪里 那这个部分可能也就是 AI如果它的高度学习能力非常非常强大的时候 这时候它所收集出来的资料 会不会超出我们原先所同意所预期 本来要交给机器的这个范围 那这是由于在政府组织那边最容易发生 就是因为政府内部的资料是非常多的 政府可以掌控到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数的资料 那这些资料如果做一个智慧化的使用 或是智慧化的串联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些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可能性呢 这个是AI在这个Big Data在隐私的部分里面 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另外就是演算法的偏见这件事情 不好意思 那演算法的偏见就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所谓的Gobbage in,Gobbage all 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理解嘛 那现在可能产生的是一个所谓BIOS的问题 就是BIOS in,BIOS all 姑且这样说明 为什么会特别这样做说明呢 就是因为这也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独立媒体之前所做的一个报导 它是针对一个所谓社会现象的风险评估 利用所谓的大数据去做分析 去判断这种犯罪的深层 跟可能未来犯罪发生的可能 未来的风险 可是发现最后产生的这种Big Data分析 跟预测之后 发现带有一定的歧视意味 怎么说 发现可能还是会受限于原本所收集来的资料 可能对于所谓黑人 比较容易经常犯罪这件事情 因为这样的歧视以至于它后来所产生出来的分析 跟所谓的数据的使用都会带有这样的歧视的意味 所以原本输入的错误或是原本在分析的基数上面不是 母体来说不是太多的时候 如果要让AI去做学习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产生这些所谓的错误 由于在学习的过程中 就像刚刚我们说 双卓提到的 如果为什么Microsoft那个软体最后会变成一个具有种族歧视的一个 一个人工对话的软体 就是因为在他的学习的过程中 不断去喂给他这样的资讯 在喂给他这样的资讯之后 他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 他就是会越来越偏激 越来越离开他当初所设计的缘由 这个就是我们在演算法上可能要注意的另外一个问题 那另外还有就是在伦理issue上面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啦 这个可责性的 这个所谓的克责性的部分 扛的逼入体这件事情 怎么去做一个所谓的克责性的要求 让这个整个预算决定的过程 都会受到一定的规范 或是一定的所谓的监督 这个也可能是未来要做思考 另外就是当然就是透明化 因为只有这些资料处理过程中 越透明或是在AI处理的 这个所谓演算法的使用上面 越透明的时候才会容易为大家所信任 那这个是整个是AI发展的一个过程 那最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就是针对GDPR 就是欧盟最近一个蛮热门的 所谓的个人资料保护相关规定 那这个规定基本上 它是在明年度才会开始正式生效 不过现在已经 政治条文已经出来 所以很多人已经在开始做讨论 那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 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演算法这件事情 在它的规范里面 它基本上赋予当事人有个所谓的 the right to explanation这件事情 它有要求就是如果你有做一个对当事人 撤写 或是一个所谓的对当事人 比如说像FB好了 大家都知道 FB每天都针对我们按赞 跟我们所做的PO文 会对我们做一个所谓的撤写的一个动作 那久了以后 大家都会习惯好像都在一个同温层当中 那今天我可不可以反对这件事情 或是我可以针对FB这件事情说 为什么你推播给我的 比如说好了 为什么你推播给我的都是情色商品 为什么你推播给我的都是比较低俗的东西 我可不可以要求他去做一个解释 要求他告诉我说 你的演算法的依据是哪里 那因为你利用的是我的个人资料 这样的个人资料 你所运算出来 所推播给我的东西 我可不可以去做一个要求解释的权利呢 那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 那基本上欧盟会做这样的规范 基本上就是我刚讲 他为了避免AI的使用 对个人产生一种描述 或是对个人的人格 产生一定的这种所谓的错误的印象 那不过因为也有人觉得这样的规范 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因为这还会涉及到所谓技术重力的问题 如果我们基本上在发展AI这个技术的过程中 本来就不希望有太多人为的价值判断去介入的时候 那如果最后还用人的方式去解释机器 AI的运算原则或是AI的运算模式的时候 基本上这可能就所谓偏离了人类的想象 或者是其实只是最后一个所谓的射箭在画法这个动作 所以也有人会有一些学者目前也在讨论说 这件事情究竟是合不合理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针对AI这个部分 我觉得还有一个蛮有趣的案例 另外在AI所谓的运用领域相关的法治政策的议题这部分 那我也很快跟各位做个简单的说明 那基本上我们也认为因为AI的问题会涉及到不同的产业 就像刚刚很多先进所介绍的所谓自驾车这个概念 那因为它会涉及到不管是自驾车不管是空拍机 或者是这种其他的卫生医疗 或是我刚刚提到可能是监视使用公共的相关领域 不同的运用领域它一定会有不同的应用规范 也有不同的判断的准则 所以基本上在按照美国最近的研究的指出也提到 应该要按照它不同的产业去拟定各个不同适用的标准 那不过也参考日本的相关的这种说明 其实就是在这些运用的过程当中 或是在一定规范的使用当中 应该要纳入足够的科技专家 去进入这些相关政府里面去做这些所谓政策的思考 那当然我在引用英国的最后这个例子就是 希望能够有一个所谓的sandbox 就是这些电脑工程学家通常讲的 我们希望在一个区域里面可以做一个测试 因为我们很难去想象说 它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 或者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时候我们透过一个所谓可以受到规范杀核的一个限定的环境 也许对这个新科技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最好的规管的模式 而不是太早就告诉他说 AI不能够做什么 AI应该要注意什么 这个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思考的模式 那这个最后要讲的这个对于AI 对我们社会生活可能产生的最后的一个影响 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影响是一直都存在 只是我过往比较容易忽略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 因为当这个AI使用的时候 我相信之前的报道大家可能也都看过 当AI使用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丢掉工作 那丢掉工作当然按照这个自由经济学者的说法 可能是有新的工作的产生 当旧的工作被取代的时候 自然而然会产生新的工作 不过就是要考量到一件事情 我们在学习的这种赋予劳工学习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也透过所谓的在职的教育 或者是所谓的社会教育的这种过程当中 确实可以改进劳工或是这些所谓就职人员的 这种相关的教育的技能 可是当现在面临 现在我觉得面临社会面临到的最大一个困难点 在因为AI或是技术发展的过程太快了 以至于新的技能教育或是新的观念的提升 往往赶不上整个科技的发展 以至于今天如果今天某个像刚刚日本那个例子 某个行业或是某个工作当被AI取代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就业人口应该要 政府应该怎么帮他们做 因为他们被取代可能是 一年的事情忙就被取代 那么政府要怎么马上帮他们去提升他们的教育 或是提升他们的技能 去投入到另外一个产业或是另外一个工作学习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做一个思考的 那当然就是透过保险或是整个社会安全网设计 也许可以做一个更有效的这种对于社会生活的改进 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整个AI的这个部分的说明 那最后就是在结语的部分 那当然就是我们觉得当然AI的发展过程中 它一定会有一些伦理跟法律规范的一些冲击 那当然按照我们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 或是其他国家的一些建议像英国的建议 应该是不是要有一个所谓的伦理审查的机制 在针对这种AI的发展 或是针对这种所谓安全性的要求去做一些所谓的建议的提供 那除此之外 除了我们这些技术上的想象跟可能对于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安全 各资产生的冲击之外 另外就是这种所谓的平复差距 社会安全 劳工等等 那最后当然就是希望在这个技术发展过程中 不会引起太多的反弹 像当初各资法在订定的过程当中 到现在台湾 我觉得这中间有相当多的对话 基本上就是大家之前可能在法定定的过程中 没有充分的沟通所引起 以至于今天大家对于各自的使用 大数据的使用 会产生很多技术上的障碍或是批评 如果在未来AI的发展过程中 能够摒除掉这件事情 做一个充分的像今天这样的会议的讨论 这种网路自理相关的大家 多方意见的参与跟讨论 我觉得对这个技术的发展 未来会是很有效的 最后当然就是 希望法律整备的工作 主管机关 相关的主管机关 能够认识到这件事情提早做一些法治的因应的措施 那我以上的简单的报告 谢谢各位 好我们谢谢那个顾主任 那个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那他讲到的很多的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等一下在这个综合座谈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讨论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请这个资测卫资安科技研究所 毛敬豪博士 来为我们分享 人工智慧之资安冲击与因应 好 请大家热烈 好 谢谢所长的介绍 那我们这次会资安所毛敬豪 好 那我们要分享这个题目是 比较有一点点技术 但是它有一点前瞻 我从20 我在念硕士的时候的论文 就是做智慧 智慧家电的控管 那时候就用模糊这一圣经网络 离现在大概已经15年了 然后呢 其实那时候 类神经网络就已经 已经非常的流行了 当我进博士班的时候 我找的指导教授 也是做类神经网络的指导教授 但是那时候后来发现 那个时候做类神经网络还蛮闷的 因为呢 有一阵子 那个类神经网络其实并不受欢迎 而是受到了其他的几率模型 或是例如说统计的 为基础方法来受到这个重视 好 那后呢 我们就开始发现说 最近呢 Deep Learning开始变红了之后呢 我们就想说 这地方到底能够在资安上面 有什么一些发展 然后所以呢 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讲题 好 那今天大纲包含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到底人工智慧它在攻击跟防护上面 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它其实可以在攻 攻击上面它可以 现在有没有什么人用这个人工智慧方式来做攻击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在用人工智慧来做防御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探讨议题 第二个就是人工智慧被骇客利用攻击的方法 那骇客他用人工智慧出来怎么用呢 他是还怎么样来用在他的攻击的这个整个攻击的流程上面 再来就是其实我们还是要有点希望 就是人工智慧其实带来一些 给资安带来一些希望 如刚刚的红总刚刚讲的 他说其实透过恶意城市的分析 或是日制的分析 其实用人工智慧的方式 它可以减低不少人力 它可以增加反应的速度 那最后呢就是我们一个技术发展展望 那其实有人工智慧的资安在 有跟没有之前差在哪里 过去没有这个自动化的方式呢 我们去做身份识别 去做弱点测试 做入侵侦测 或是做监控 其实都仰赖大量的人力 那慢慢呢大家就想说 那我们怎么把它变自动化 那当然未来呢 有了机器学习 或是人工智慧之后呢 会让这些特征 一些情资 这些规则呢 它的产生 它的调查 它会缩短它整个的速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这个AI它怎么样来帮我们 来处理这个骇客的问题呢 好 那我们通常以一个序列 一个循序的一个例子来 一个资料的行为来看 好 例如说呢 这个骇客呢 他就会透过去 monitor 你的email 你的conversation 他为什么要 monitor 你的email跟conversation呢 因为他学习 你通常会跟谁联络 你通常会跟谁对话 你的那个 你习惯的内容是什么 你通常 你的好朋友是谁 好 第一件事情先做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他会去帮你量身定做 你有兴趣的议题 你今天你可能像我们这个 资策会停车费 这个月底都会通知说 你要交停车费了 然后呢 会付一个PDF告诉你说 这是收据 你先查存 然后呢 我们就当我们就会转账 那我们就会看一下收据 这个钱有没有对 但是呢 如果今天这个骇客他就说 诶 我知道在28号的时候 都从某一个账号 都会发送这个邮件给你 其实呢 他其实是一个恶意程式 其实我就被误点了 好 所以呢 这就是学习 好 这个背景整个context 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呢 他进去之后呢 他当然就可以做到一些 入侵或是一些 不好的事情 好 那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例子 Fission as a service 这个 什么叫Fission Fission就是我们做一些假的网站 骗人家来用 然后呢 盗取你的 例如说我就印了像 City Bank的网站 然后呢 那个domain name 长得很像City Bank 然后不小心让你登进来了 好 来做这个事情 好 那 这个 这个其实呢 这个骇客呢 他这个 二亿程式呢 他也会做一件事情 想办法呢 去模拟出一个 好 Fission的网站 然后呢 针对他特定的这个用户 然后去做 做侦测 好 那但是呢 另外一种做法呢 这个在做这个渗透测试的人 在做攻击漏洞找学人 他会用另外一种做法 他会想办法呢 去扫描你整个网站 好 然后呢 去trass你网站的 每一个进入点 好 像这个对话框 把它highlight出来 然后呢 识别说 你这个对话框 我应该塞什么样的字进去 然后呢 去开始针对他去做一些testing 去做测试的工作 那这种服务呢 现在已经在网路上 已经非常的 已经有公司 和资安公司在做这件事情 这个技术需要什么事情 我们在做渗透测试的时候呢 自动化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呢 每一个网页的layout不一样 每个网页 他所收的资讯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去做testing 有一家公司 他就帮link-in做了这件事情 他找到了link-in 好 email 他就可以 想办法 他透过这种testing 找出泄露的方式 找出了 例如说 像 他不需要有premium的账号的权限 他就可以去看到premium的 这个 使用者的 这个里面的一些资料 好 所以呢 我举了一家公司 叫做CloudDesk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呢 他就用intelligent machine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的based 这个solution 来帮助组织来 找出这个 在线上 我就可以找出你的问题 那这件事情很恐怖 就是说 如果呢 这件事情是 给这个 这个骇客来使用 然后怎么办 他可以线上的 以前我们现在有 叫做奖金列人 很多很厉害的 骇客或小骇客 他其实是白帽子 然后呢 他就想办法去找漏洞 然后通报 然后领奖金 那之后呢 这些人都不是真的人 都是机器人 然后呢 再去找一些弱点 然后去想办法 找到这些 这个潜在的漏洞 好 那另外一个呢 是之前 在两个月前 那个刑事警察局 破获了一个案子 就是说 有一个房屋仲介商 这两个工程师 他呢 就不做这个 不做这个 不做房屋仲介了 他做资料库 他呢 从那个 他有买了一个工具 这工具啊 很快去破解那个政府的那个 政府机关的那个 个资的资料库 那个资料库其实都有CAPTCHA 都在辨别你是人还是机器 那 他说他那套工具啊 很厉害 他用deep learning的方式 然后呢 去识别 那个数字 然后呢 自动的去可以破解 那个CAPTCHA 然后可以登入 那时候呢 他那个商业 那个机 那个商业 这个很广啊 赚了很多钱 那那时候 其实 我们就要研究一下说 那现在的这个 好 新的这个CAPTCHA的技术 是不是可以处理 现在CAPTCHA的技术 真的很不好 真的比较安全多了 Google现在的CAPTCHA技术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用过 就是说 诶 请问你哪个图片 有方形 结果呢 这造成另外一个不变 就是 我永远都过不去 因为呢 我每次大概好几个round之后 发现 诶到底什么是方形 我就开始怀疑我自己的判断力 好 到底什么是方形 所以人工智慧 其实到最后 用到极致之后呢 其实就很麻烦 那当初RECAPTCHA这个 这个专案 其实当初问题 当初的目的是为了 鉴别那个古文字 古典的那个字 有些字 因为长得歪歪扭扭的 看不出来 所以呢 他希望透过 crowd sourcing的方式 能够透过data 来去train那个 图形识别的model 做了这种模式 好 但是呢 那现在后来 Google用很多照片嘛 图有壶啊 有房子啊 然后呢 来train 但是我发现 他那个问题越来越难了 好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 当我们在 想办法再顾虑到安全的时候呢 其实方便利性 也是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种事情 其实在2013年 美国的DARPA 其实就有放了一个计划 叫做CGC Cyber Grand Challenge 那这个是2016年 这个 这个 Defcom 这个美国的 在Las Vegas的 海克年会 好 那时候呢 大概当初参加 大概有十几二十间学校 最后进到决赛 大概有八间学校 八个团队 有些是公司 他们就用这一台机器 想办法彼此互相攻击 彼此的系统 然后呢 想办法就是 提早找出对方的漏洞 然后呢 去攻击对方 然后呢 当你一直持续攻击对方 那对方就一直出血 一直会失分 好 到最后就 他如果到这个零分以下 那最后比大家分数谁高 这件事情其实呢 都是机器在做 因为人来不及做 他那个速度非常 非常非常快 那这样的技术 未来越来越成熟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 对利用AI的这种方式 来达到这件事情 那其实呢 我们会发现 刚刚总结一下 就是在资安里面 弱点发掘 透过人工智慧来做 其实是一个两面认 对 对这个 对使用 对这个 我们防护来讲呢 它可以帮助 我们快速找到漏洞 但是对于 攻击者来讲呢 他却更能够 快速找到弱点 然后切入 好 这是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 好 那这个部分呢 这个层次呢 我们现在这个层次都还是放在这个 弱点探勘 其实在防护上面呢 麻省理工学院呢 在去年呢 也有发布了一个系统 他们呢 想办法收容了许多的log 透过了一些 factor的处理 透过了一些 学习的机制 然后呢 提供这个 防护的建议 那他们大概 他们有个结论 很简单的结论 这个地方就是说 more data 它的会越来越 这个more accurate 那这个是大概 在我们这个资料分析里面 资料 它是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在这个地方 其实有很多团队 可以做这件事情 从2013年 这大概是 AI放的 大概从2013年 2014年 已经全世界 有非常多的 这个资安的 这个AI的新创公司 它透过不同的解决方案 例如说 有人用 人工免疫系统的概念 例如说 他就想说 这个系统呢 我先去识别 所有我正常的 正常的 就我们免疫系统的 T细胞跟B细胞 我想办法呢 先把所有的 学习我所有的T细胞 然后看到不是 我认识的 我就把你吃掉 B细胞做的事情 好 所以呢 他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 这我们把它写成演算法 然后来识别说 什么样是好的 什么样是坏的 好 那这些公司其实呢 都有一些 很不错的 这个成长的一个机会 好了 但是 这地方我想做一个转折 就是说 其实呢 在做 刚刚在讲说 AI我们在这个阶段 都好像说 AI其实可以帮助我们 做防护 或是帮助駭客 做攻击 这是我们用AI的部分 但是AI本身 自己有没有资产问题 它有很大的资产问题 我们以延续 刚刚这个所长 还有这个 红总 还有这个前面 主任这边所提到的 这些智慧车概念 大家有提到智慧车概念 一个智慧车呢 它识别一个SI 它就是识别进去之后 这是我们所谓的 Deep Learning的模型 然后呢 它会告诉我们说 今天它看到标志 到底是STOP 还是要继续走 还是要警示 这些东西 那当然这个识别这种图 当然现在要做到 这种系统的高准确率 是不难的 是不难的 那这个是一个这个流程 但是呢 今天骇客会不会在路边 放了很多其他的这种标志 这个标志 看起来还是STOP 还是STOP 还是STOP 但是呢 它在里面有些Pixel 埋入了一些特殊的特征 而这个特征呢 会影响到你决策的那个Bundary 然后呢 就让你的这个 这个车子在识别STOP的时候 它把它识别成了 继续走 这个技术呢 在去年的 IEEE的一个最大的conference 叫Security and Privacy 在那个 在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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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金山那边 在Berkeley旁边 好 它已经这个conference 已经被提出来了 那时候我觉得 看那个论文觉得很奇怪 因为这个conference 以前都在讲 怎么样去破解这个密码 破解加密 破解加密通道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 Web的攻击 都是这种 结果呢 这个conference 它竟然讲Deep Learning 我想说这里面完全没有 二一程式的字眼在里面 也没有Cyber什么 网顾层的东西 它全部在讲演算法 但是呢 这件事情已经 不是AI这个领域的事情了 它已经是资安这个领域的事情了 所以呢 我们会发现说 原本我们是用想办法 用AI来解决资安的问题 资安的人觉得 有些时候 他觉得接受度 要慢慢来接受 但是呢 现在是马上要处理的问题是 资安的这个AI里面 确有资安的问题要去处理 所以这个是 这个 这个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契机 所以当我们在发展 人工智慧的时候 其实资安 会是里面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们刚刚那个例子 就在这个地方 举个例子 好 这边呢 可能是 这个是stop的sign 这是 不是stop的sign ok好 所以呢 我们要想办法去找出一个 boundary 去处理这 那这有一些模糊的空间 就是 骇客可以在里面 去做一些 伪造 这个 这个 这incident的问题 这张图有点复杂 我简单讲 就是呢 做二亿程式分析 在用人工智慧做二亿程式分析 已经十几年了 然后呢 再从 过去从2001年到 20 到有deep learning 在这个阶段呢 大家就开始很多竞赛 好 那微软其实有 release出一个dataset 也请大家来比赛 那个dataset 这个资料集 有大概6万多只二亿程式 那每个团队几乎做 都是95%以上 那大家说 哇 那个世界太安全了 这个人工智慧 解决了这个 这个恶意成生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被 人生为了受害啊 这个代表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 人工智慧 虽然它很容易看到 它解决问题的契机 但是 它是不是能够 真的complet地解决 我们的问题 其实它还有需要 很多的试炼 那最后我再来讲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在 资安所也在 做这方面资安研究 这个人工智慧研究 包含了如何去 做弱点探吸的技术 刚刚讲的攻击 如何在这个深度学习里面 去做防御的技术 然后如何做这个 隐私资料的保护 那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它必须要 透过场域的试炼 还有就是做场域的实证 我们才能够 把这样的一个技术 能够做到最 最最最最最最 完美的试炼 好 那以上这边就是 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 我们非常谢谢 大家刚才很精彩的 这样的一个分享 不过现在时间已到 所以的话如果说 有想要讨论的话 我们可以在休息的时间 跟与谈人来互相做交流 那我们今天再次的谢谢 这个洪总经理 顾主任以及毛博士 这个精彩的这样的一个 分析 那大家欲罢不忍 那我们热烈的 再谢谢三位的语拍 谢谢